我在香港也認識不少當差的朋友 我發覺當差人是靈石多於古靈精怪的東西 為什麼呢? 我都不太明白 他們小時候已經聽過當差的長輩說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便知道他在香港也是當差的 有很多靈異事件 我便開始找他做嘉賓 上我的節目講鬼故 發覺他的鬼故精彩過我之後 我就開始不說 很懶 不可以撞多一點 最近我有空 我便叫他 邀請他上來 希望看看他 因為他除了在香港當差的時候有很多鬼故經歷之外 他最厲害就是在灣區這邊 他收到六寅神功的一位高人 我才是高人 我不是高人 不過我的經歷就比普通人越來越多 我最愛這些人 是你不知不覺不知不覺去收集回來 這個是經歷來的 剛才說到香港當差為什麼特別多呢? 其實不只是當差 消防也很多 只不過 因為這兩個工種的性質 他們一般來說都是救人 你救人的時候 那些靈體都會覺得你可以幫到他的時候 你會遇得多些 比普通人真的會遇得多些 還有一件事就是 消防和警察很多時候都會當夜間出夜間 這個會令到他們遇到這些事大大提高 明白 開始說你當差那些事 因為我們開麥克風之前 我有問過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過的? 你又說沒有 但是你是有遇過的? 有遇過 有遇過 大師傅我想問一下 看一個人的命外一相 都會看到他會不會有機會做到這個職業的? 有的 在命格上面有可能會看到 對 舉個例子 有些人 以指微糾素來說 很多時候 七殺破軍入命這些人 是特別容易做到這些 殺破 又或者本身他的事業工是七殺破軍 這些 這樣升在裡面的話 這類人也比較容易與母職 或者體力勞動有關的職業 比較有關都未定 明白明白 我想問一下 你以前在香港 你又是教頭 然後又是做警察 你是穿軍裝那些還是怎樣? 軍裝變裝都有 軍裝變裝 有出局 不過撞傷都是軍裝的時候撞 因為 其實一個比較科學性的理論就是 你普通人看到你 你穿軍裝就知道你是警察 就是有制風 不知道你是警察 這麼簡單 一樣 那 你第一次覺得你是遇到事情 那時候是什麼情況下? 你那時候是軍裝變裝 軍裝 那一晚 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是守沙擊灣的 是啊 那一晚 我記得 和師兄手一起 是晚上 由晚上十二點鐘開工 到第二早八點鐘 通常 你一出監之前 我們就有個briefing 就會assign你去哪條B 那在當時 現在是沒有了沙擊灣警區的了 我所知 哦? 是 因為它會撥進去北角 北角 哦 以前沙擊灣 管理西灣河 還沒有到柴灣 柴灣另一個警區 是 那當時 它不是根地站來管的 它不是根地站 因為它本身那個警區一早編了 是 以前太古城都是落入了向沙擊灣警區 是 那一晚的事發生就在太古城 是 那太古城呢 通常是兩個伙計手的 為什麼會有兩個伙計手呢 是因為 這麼少? 是啦 因為太古城本身 他們是一個私人屋苑 每一座都有自己的獨立保安 是 那通常呢 太古城 我們只會在那裡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 有停車場 雖然停車場都有保安 但是並不代表它沒有偷車 第二 就是因為 有很多時候 因為它 屋苑太大 人太多 它當然會有一些 譬如 這個流煤氣 那個 despill 就是吵架 又或者這個 就是喝醉酒 你一定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的 所以一定要派人在那裡管 那一晚我記得 我跟師兄去一起守太古城 那 晚上關了太古城 譬如商場 流冰場那些 你進不了去 因為它鎖了門 那你只在街上走 還有呢 我們會有個習慣 就是巡停車場 日後會做的 有少少不同 和晚上 日後可能會做垂直巡邏 或者是上樓 然後走回來 那太古城都不需要做的 因為保安 除非有些建築 有些建築是比較公開的 但是那一晚呢 我還很記得 因為太古城有一個 我們所謂的警缸 以前呢 就叫做派出所 是 是一個很小的辦公室 那辦公室 通常都是不開的 晚上 是日後才會開的 但是 我們那些師兄就會 因為我們 如果有些人熟悉警察的工作 就是我們會有一本 記事簿 是啊 你什麼時間做過什麼 你又要去簽簿 你會寫下 譬如說你查過哪個身份證 抄過哪輛車 你會寫下 這是一個紀錄來的 必要的 必要的 那那一晚呢 我的師兄呢 就 因為他 當了比較耐差 那通常呢 做一耐的那些都會 在 我們出更之後 之後呢 就會在警署 拿 派出所的鑰匙 嗯 我們不會開燈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些時間去寫報 那通常 我們那時候是做 一個星期轉一次更 就是早五晚 跟著另一間特別更 特別更就是出便裝 哦 那那一晚呢 那就是大約 我記得是 點半至兩點鐘左右 那雖然他說 你警察晚上 你上班而已 你都有一個吃飯時間 是一個break 是一個小時 那那那一晚 我師兄拿了一條鑰匙 那我們走馬別所謂 就一起去 去太古城 走到這樣 之後呢 就是你做那些什麼 你要寫下 那就入了派出所 就關了門 啊 關了門呢 就是在裡面寫報 那 那我好記得那個setup 是怎樣呢 那個派出所就不是很大的 大約是三百多尺的地方 你一走進去的時候 又 不好意思 是 三百多尺很大的了 現今香港來講 向香港來講是大的了 但是那時候是 太古城的一個位置 就是它給你做派出所 那裡面呢 三百多尺 擺放了很多東西 基本上可以形容給你聽 是 你一進門口的時候 右手邊是牆 是 是 牆那路呢 前面有兩張椅子 就是對著前面的報案桌 就是說你一進去 就見到一張牆的報案桌 顯現報案中心 是的 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setup 是 那報案桌後面呢 就是 你見到的 左手邊是一個 木造的一間office 這間office 如果你記得以前 舊一代的 鷹式 他們那些 猜館 它有些玻璃 是那些好像有些 有些 花紋在那裡 你們就看不過那一隻 哈哈哈哈 簡形放在一間房 是的 那那個office 我們是沒有鑰匙的 因為那個office 是被一些office 就是好像警官所謂 幫辦而上 立即進去 那一年代通常都是鬼佬的 我那個區 是的 我那個最大的commander 西人 不是鬼佬 是西人 那我們就不會進去那個房 因為你進去都沒有用 那我們最緊要有椅子坐 自己寫寶 那右手邊是什麼呢 右手邊那個位置 是一個廁所來的 那我很記得 剛剛到我師兄要去 回警署 我要放飯了 那我給你一條鎖匙 你記住不要開燈 我還記得他說 你不要開燈 走的時候 記住鎖門 拿回鎖匙回警察盤 那就是很大件事 那原因就是 你開了燈 就是別人以為 你有人在裡面有什麼事 你進來報案 你就真的倒聲落下 你知道嗎 那所以 不夠人只有一個人 因為我們可以脫一頂帽 這樣 沒有寬衣解帶 不過 會輕鬆一點 那他走了之後 OK 我鎖門 我繼續坐 坐一陣 那時候 突然聽到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就打字聲 打字聲 打字機聲 提提 踢 踢踢 踢 踢踢 踢 那我就很奇怪 我就突然覺得 咦 什麼事呢 再聽清楚點 為什麼會有打字機聲 這個打字機聲一直維持了一會 我自己在想 沒理由的 為什麼會有打字機聲 而打字機聲是在這個辦公室裡傳出來的 我沒有進去辦公室 辦公室有打字機的 因為那個年代是沒有電腦的 就是很舊式的 對 對 我就聽了很久 是不是在那個房間 是真的在那個房間傳出來 我就馬上拿帽子帶回 因為以前我們當警察的時候 有一個 相傳的說 就是因為以前 的警徽 上面有個皇冠就可以鎮壓住 這裡先查一查 你當警察信不信有鬼的 信 對 這個我之後會 這個有一個經典 首先要知道你自己本身 你當時信不信 因為你當時不信 突然遇到這些更加震撼 其實信的 你會不會想遇到 你心情 沒有想遇到 想遇到 不想遇到 即是你有 你沒有辦法 你都要 deal with 它 戴上帽子之後 就停了 就想著 可以 原來那個警徽 這個傳說是真的 現在那些肯定不行 現在不行 但是戴上帽子之後 過了大約十多秒 打字機聲 沒有了 那就有廁所沖水聲 但是那裡有廁所 因為我就是警方裡面有廁所 剛才說了 但是我 因為樓上已經是太古城 他們住宅二樓已經是 那我最初的直覺就是 以為是上面 樓上那個晚上去廁所 因為是正 可能你應聲一點 對 應聲一點 正常 這件事 是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不妥 為什麼不妥呢 是 你沒有理由去得那麼密 你肚子都不是這樣 沖完又沖 沖完又沖 沖了四五次直落 嘩 不停沖 沖到不行了 塞了 塞了 但是那些水聲很清脆 沒有塞到 沒有滴出來 那我在想 不要搞了 這樣就走 你那時候心裡面想什麼 我已經知道是有東西的了 是 你那個是第一次 那個是第一次 那個真的是第一次 但是你很冷靜 其實那個不是第一次 那個是第二次 警校那個是第一次 但是那個警校那個是不知道的 但是這個是知道的 知道的 是 變了你 你就是想著 OK 可以 戴上第一次 我不搞你 你不搞我 我走了 這個 只是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是 那後來就 那個師兄放完飯 然後到我回警署放飯 嗯 其實那一小時都是休息 晚上那邊去吃 是 然後到早上 我還很記得 早上八點鐘 briefing的時候 回警署 我就說了給一個師兄聽 嘻嘻嘻嘻嘻嘻 嗯 你這班人不說的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就等你自己拿一個東西 是 其實 好像你所說 都是一個訓練來的 你一定要 認真的時候 你其實就不會太害怕 是 因為你始終都是一個服務性行業 你自己 你是會幫人 你不是害人 嗯 就算那些東西在你面前 或者是 在你附近的 你 你很明確知道 他不會教你 還有你是背著軍旗 嗯 那變了 就是 你恐懼心就會失誤了 是 這個是 正式遇到的第二個 即是說 那裏 大部份的師兄都遇過了 其實在不同的地方都遇過 有沒有說到 為什麼那位會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沒有說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知道 有一個可能性 我推斷一下 就是可能 以前有一個警官 已經不在 可能就覺得自己還沒死 還回去工作 所以就在那裏打字 很勤力 是 即是會有一個雜性 因為我師傅曾經跟我講過 就是 一般人有些人死了之後 因為他有怨念 他會不停做回以前生前做的事 他不知道自己走著 是 變了他會做回 譬如說我要打個報告 就是這樣打報告 接著打完報告 就要去廁所 剛剛就讓我遇到這段時間 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他那段時間又肚子 也有可能就是 他會想讓你知道我的存在 因為他知道我看不到 當時是看不到 變了他知道這樣的情境 但他要告訴你 我向到 他又悶的時候 他就要找人樂一下 就是這樣 我覺得在不同的國家裏面 傳說都是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很多人死了之後 是不停重複他死之前 那一排會做的事 不停重複他 那些是怨念 還是患性 三雲七拍裏面 有幾部分 投胎 分散 剩下一部分 就是那部分的怨念 或者執念 就是不停重複他 做回他那件事 很有趣 不同的國家都有這種說法 例如我推薦一部動畫 叫空之境界裏面 那女主角本身就是有靈能力 有一集他講 他的故事就是 他對付那群人 就是整個建築 整個建築 那群人已經死了 只不過他們不停重複 做回他那一 死之前那一日發生的事 你有收到 在收到的範疇來講 那些是否算是怨念 還是他是一種習慣性 不是一定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你一講我已經告訴你 是因為其實我有一個師姐 其實有兩個師兄 一個師姐 他們都不是人 那在過程之中 有一個師兄就是 就是以前是人的時候 就跟我師傅 那後來就走了 所以變了他不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另外一單 我等一下再講 提一提我 因為這個是比較經典 又是比較經典 我怕我說不完 可不可以講個case 大概有沒有暗號 或者什麼計劃 一個明朝的女師姐 嘩 嘩 這個很厲害 是最近才發現她是明朝 是 那待會我再講給你 你提一提我 OK 那香港當差這個 剛才剛剛講的那個是第二單 那第一單是怎樣遇到呢 很多人在警校裡面 是 很多人在警校裡面 都知道 有不好的東西 就是骯髒的東西 那但是 是視乎那個人的靈力 高不高 那我們當時 去警校 就是一通知 你要進營了 那我家人 我媽媽也是信觀音的 就給了那張觀音經 那就代住 那就代住 那就代住之後呢 就 那入到警校 那 那 sir 當然是 就是 派這個 派那個 就是你的裝備 所有東西 你先給你 第一天 是 就有一個師兄 他以前是 我們的 舊 Cat Dad School 就是少年警察訓練 出來 所以他熟悉了 怎樣去整理所有東西 就教我們四十幾人去做 那我們 如果你們有看 現在的學景洪森 就有少少不同 跟我們當年 因為現在有冷氣 有很多東西 幾舒服 真的很疏乾 現在的 恐怖文章的計時炸彈 是按兩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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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就是很辛苦的 警察的時候 就好像第一代 新澤師兄 是一模一樣的 哦 裡面所說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就是 跟真實的情形 是很相似 那 如果你記得的 就是說 他們有每一個 我們有一個 我們所謂一層樓 那個巴套 那裏有一層樓 就是我們整個班 第二層是第二班的 哦 那我們那一層呢 就有四 所謂四間房 其實就不是真的房 只不過有一條 通道在外面 那大家都是串通 沒有門沒有性的 但是分開了四格 四大格 這四格 每一格裡面 最少有八張床在這裡 嗯 那 這八張床的方向 就是床頭就是貼著牆 嗯 那床旁邊床頭有個櫃 我們自己的櫃 放在所有的裝備 是 包括頭盔 警棍 制服 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是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 不能放出來 如果我們查房的時候 我們所有東西 一定要放在櫃裡面 哦 那 當派 派這些裝備那一天 我就因為有朋友都是當警察的 是 那那個朋友 就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他就跟我說 第一件事 就是你記住進去之後 第一件事 你把帽子插進去那頂帽子 然後把帽子 記得一定要放在那頂帽子 這個就是那個 就算那個裝備要放 也是要這樣放的 哦 這是規矩來的 但是他說你記住 一定要先做這件事 嗯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 那是辟邪的作用 那好啦 那 潛台詞是不是說 覺得很邪 是啊 是啊 其實很多人都遇過 那個 那個警校是 是位於哪裏 香港那裏 黃竹坑 海洋公園下面 香港仔 黃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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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竹坑那裏 黃竹坑那裏 黃竹坑以前 我們 在那個警校裏面 就要六個月 嘍 六個月等的時間 黃竹坑 privile 黃竹坑 那你知啦,一定會有一兩個聽不到,或者是不記得了,或者不信 他未必不信,他可能剛剛當時聽不到,你不知道 這個先查一查,因為你說過你本身就信這件事 本身是信的 但你喜不喜歡聽這些東西 其實當時我記得我沒有說喜不喜歡聽,有就聽不到 你對這些東西感不感興趣的? 因為好像大師那樣,我自己比較喜歡聽這些 因為當時可能那個年紀小,那你focus的東西會不同 我就是喜歡打功夫,打功夫,每天都在那裡打功夫 上班之前,以前未當差,上班之前每一招就去練功練到 練一個小時,然後才回公司的,我是那種人 所以你那個人就是focus在那樣東西,就不會想其他東西 過意志力很強啊,好,我們回來 那有一兩個,就沒有聽到 沒有意義,我也沒有意義別人擺不擺 而且覺得這件事是人家的事 其實聽到就算了 對啦,你說了別人不做,你硬要拿一支棍來吐人,沒有理由 對啦,對啦 那到晚上,那晚上的時候呢 有一,有一,有幾個我們 那人的雜姓有些人有漏雜,有幾個就賭錢 那我們的規定就是十一點鐘一定要關燈睡覺 因為一定會有警司或者大Sir在樓下層,哪間房間還著燈 就會罵到媽媽的臉 然後第二招你就會被sir擲棍了 因為他會... 擲棍? 對啦,就會罵你的sir,你的sir是會罵你啦 是 那全部要罰啦 是不是也是做掌上下那些 那個... 不是,那個時候是會罰什麼 掌上下是很輕微的東西而已 一千下左右啦 這個是很輕微的,基本上對我來說 哇,OK,好 玩,有很多東西更加可以讓你玩到你殘的 基本上,譬如叫你上去換軍裝 換軍裝之後,幾多分鐘之後下來 整群人一齊下來 換完軍裝下來了 Fall in 了之後 再上去換PD kit,即是那個運動衣服 幾多分鐘之後要下來 那個詞就全部一起罰,個個都不怕啦 就玩五、六次 就玩完五、六次 那你穿著了PE衣服在裡面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沒用的 因為你做軍裝會麻鬼煩 OK 那之後你就會很辛苦啦 D.A. Sir就說 玩夠了嗎? 是 SIR 你玩東西嗎? 你玩夠了嗎? 哈哈哈哈 原來就是因為有人沒有犯了規 是 那好了,說回有人賭錢 是 那有幾個人賭錢 賭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晚 睡到兩、三點 第二天六點鐘要起床 我們要... 一起床就要... 呃... 跑步,跑完步 跑過後半、二點四... 呃... 呃... 跑完之後就去吃早餐 是 所以每個人都會很準時起床 那但是他有幾晚睡 我不管他 我自己睡了 那第二天早就已經... 每個人都已經勤了 嗯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這幾個人賭錢 那他集中在一個位賭錢的時候 那一、兩張床 那兩個同期 他們可能就不喜歡賭錢 他們睡就睡不著 這樣被他們吵著 然後他們走 賭完了 是 其中一個呢 我們那班 我們那個... 我最記得我們那班有兩個同期 年紀是最小 他還不到17歲 嗯 17歲 剛剛過了17歲 但是到他畢業的時候 出間的時候 要當時的警務署長李君夏 簽證給他出間 因為他要拖槍 未夠18歲 是不可以拖槍 他出間的時候都未夠18歲 那兩個 是 但是... 可以這樣的歲數去考嗎? 啊... 我們那時候不是有個叫少年軍校 少年警察訓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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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去考那個 都是在黃竹坑的 那個不是 那個是粉嶺 粉嶺啊 因為我忘記了 因為我是有去考那個少年 因為那時候讀書不成 又不知去做什麼好 然後有幾個比較大隻的同學 就說去考少年 那我就跟上去 幸好你進不去 因為那個進去 就比你讀書更加辛苦 幾百倍 哈哈 因為我表弟都是在警察 警察訓練出來 是很辛苦的 但是... 非一般人可以處理得到 哇...OK 但是... 誒... 講回剛才那裡就是 是... 那個... 年紀最小的那個 是... 那你知我剛剛所說的 他的設置 為什麼我現在告訴你 為什麼我剛才說他 那個床的設置 就是... 當... 這個... 他躺直睡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會看到 對面床的... 上面的位置 是... 那對面床上面的位置 他就沒有擺帽子上去 但是他看到的東西 第二天是怕到震 他是睡不著 整晚要拿著皮 蓋著頭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 賣一下關子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很棒 很久沒有試過 靈王虎 哈哈哈哈 那些比較輕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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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稍後回來 靈王虎 好緊張啊 即是很久沒有試過 靈王虎呢 可以這樣... 對... 對... 那... 剛剛那裡... 他看到什麼呢 他看到的就是 空中有一個 他穿白色衣服的女人 他知代的女人 因為是長頭髮 但是他面子就是向著 他對面床那個 同期 蛤 就沒有轉進去 那他就已經看了 即他是背著他的 是... 那個女鬼是背著他的 因為靈空吊起了 那... 大哥... 你沒有威也... 沒甚麼... 為何有一個女人 因為... 還有... 那裡不會有女人 是的... 有了... 不過在第二個 房旁裡的建築 他們要分得很清楚 或者是第二層 那... 當時他已經很害怕 他看到的時候已經覺得是不是 他是突然間出現的? 他是睡不著 突然睜開眼睛就看到 他就看了過去 因為他放直了在那裡睡 他的視線就剛剛好 他已經很害怕 他已經覺得不妥 是不是真的? 有一點懷疑 但已經在害怕 他剛剛懷疑的時候 那個女鬼轉著 他轉著臉 嘩!馬上蓋屁 即是他沒有看到正面的? 他不敢看 還看 人家看到你了 還不立刻躲起來 我看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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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害怕到不得了 第二招就說出來 第二招說出來 我們有兩個教官 一個就是我們叫做CI CI就是正班主人 一個就是ACI ACI就是副班主人 他們做事是有少少不同的 正班主任通常是 我們所謂時沙 即是office 即是計劑柄以上職級的官員 而我們的ACI 即是副班主任 就是一個沙展 是 很奇怪的一件事 這件事證實到 裏面是否真的有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時我們整班都知道 他們都會通知上級 但上級都是聽慣了 你都說算了 晚上我們都 大Sir都不回來 你不要搞那麼多 你自己交件 不會落寶 不會記錄 因為不知道怎麼寫 真的 是 那ACI就是 比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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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中國 比較中國那邊的信仰 比較多些 是 當時我記得 我們那個招募粗的時候 那個ACI 就把銀包拿了一張觀音卡出來 就說 你們如果怕 就拿著 找人影印這一張 拿著一張觀音卡 他那張很殘 你沒有叫我們 即是他叫銀包很久 他拿出來 你們找了這些 觀音經的卡 放在銀包 你就沒事了 是 當時我入境下之前 我剛才說過 你媽媽有給你 那我就拿我那張出來 我那張新速速的 阿Sir 是不是這一張 這張 對了 新版本 你拍四十份 不要射一份 有一張給我的 這樣 這個阿Sir這樣說的時候 你就會很直接覺得 如果那個阿Sir 他都什麼 他都信 即是說 他知道有事 他才會叫你這樣做 不是他不會叫我 多拍一張給他 是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很奇怪 我們的班主任 班主任和副班主任的職責有點不同 副班主任是教你操 教你槍 射槍 射擊 這些 即是體能的東西 暴操 正班主任是教你法律的 所以我們會坐在一個 classroom裡面 是 這個正班主任 是天主教的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 是 這句話 令到我們所有人覺得 是真的 真的 他這句話是什麼 是 你們可以燒香 但是不要燒完 不要蠟燭 因為太大煙了 我們是被阿Sir摘棍的 天主教他會這樣講的時候 他已經 都 密認了 是 因為他們那些教官在裡面 教 不是只教一班就走 他們通常會教四五班 才會調出去 所以他們應該是已經聽慣了 甚至他可能遇過 會有這樣 有 這個我一會再說 好 哇 正正正正 這集 他們這樣講完之後 這個故事還沒有完 還有一個延續性在這裡 是怎樣的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當時見到那個女鬼 那個是你 即是他轉著面那一刻 你會不會想看 延續性我就在後面 延續再延續 再延續 好 好 你問到我靜 我記得我就告訴你 是 之後延續是怎樣 那這班賭錢的人 繼續是賭錢 他就不理會 晚上賭錢 是 之後那一晚 其中一個同期 他就真的害怕到 讀羅 他都沒有那麼勤力 他就慢慢拿著觀音精 不斷唸我 唸我 唸鬼 很害怕 我想問一下 影印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效力 有 不過當然 以我媽他們的角度來說 因為我媽 你也知道我媽 清聚會道長 他們有寫符 他都說過 印出來的符 和有修煉過 有道行 即是開口方 他師父寫的符出來 和我照樣畫的符出來的話 高力是要相天和地比的 原因是因為 我師父曾經說過這件事 每一個師父寫出來的符 都會有不同的力度 原因是哪裏呢 第一 看你的法底 第二 就是你夠不夠聚神去寫那條符 神落去神到力度 你的心亦都要到 那你那條符寫出來才有效 所以影印出來的效力沒有那麼強 沒有那麼強都會有用的 有basic一些的技術用 還是心理作用 我不是警察 我是警察 我最要軍旗 那你當然會害怕 你不是警察 你最要軍旗的 阿水都會害怕你 他不知道你是否真的 Crosplay Crosplay都會害怕 因為為什麼他會 看一看 咦 哪怕怕 但他們會感覺到有沒有力量 因為普通人是看不到 但他們會看到有一股光彈出來 他們賣不去 你初頭那些 如果是弱雞的 怕怕就先走了 是吧 有些道行過多久 走過來試試你有沒有資料 這樣 是吧 好 接著之後 這幾個人賭錢 繼續賭錢 那一晚就不理會 另外那個肥仔就在那裏讀 我還記得十點幾十點 還在那裏讀 唸唸唸唸唸唸唸 因為他覺得唸唸才有用 其實這個是事實 是 那到睡覺 那三個人還在那裏讀錢 第二天 第二天 他們就耳口同聲說了一個差不多的故事出來 而是不同的經歷發生的 那我剛才所說 他床頭有個櫃在那裏 是啊 那我們那四間房 有一間房 它是我們叫前房 前房是最前那間 他們那些櫃是全部木造 我們那些櫃是全部鐵造的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不會問 除非影響到那個故事 其中一個 在頭房住的 他就說出來 那一晚他回到睡覺 那櫃裏面 那麽櫃裏面 有東西敲 敲出來 即是在櫃裏面 敲出來 沒錯 敲出來 那 那當時他就 因為那個同期 他的經歷跟我們有少許不同的原因是 因為他在人劇 Dead School出來 警校連 警察訓練出來 是 比較我們更加硬正的 是 那他就 當時就用了心想 你沒有搞的 我要睡覺 你去別處玩 不要理他 停了一會 又再做過 他就已經生氣了 站起來 你可以延續 即是他當時說粗話 我們就照原文說出來 哈哈哈哈 沒有問題 你都知道的 是的 我都知道 你照說可以 他就 不斷打個鬼 你不要猜 你不要猜 打個鬼 打個鬼 我告訴你誰 我照射你 然後 靜了 他就繼續睡覺 那些鬼 是否真的害怕火氣 其實是氣道 氣場 氣場強 他就會走 不是因為 你那個大聲 不是那個粗話 是 是 你兇得就是他害怕了你 另外那兩個 就發生了同一件事 就是那個鬼都是響 但是那個是鐵的了 但是鐵的 但是他們是害怕的 所以就 你不管 都看不到 就敲成馬 就敲成馬 哦 這個就是 延續 是 就是發生在裡面 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東西 他們沒有 是第一個有看到 第一個有看到 是的 然後呢 嗯 然後呢 發生的 再延續 再延續 就是我的單 啊 這一單呢 又是真的不知不覺 是 我是 因為其實 我們 我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人 十一點鐘要睡覺 就十一點前 一定會 睡了 睡了 是 那我那張床呢 就剛剛 我們那間是尾房 最尾的房 嗯 不是通去另一間房 只是一走出來 就通去另一間房 那我那張床呢 就剛剛在路邊 就是走廊 旁邊那個位 是 我還很記得 那我們 我們 除了裝備 那個櫃 還有床之外 那個床下 還可以放到一件東西 就是牙齡 你可以放牙齡 就是你自己 哦 我當時我有一對牙齡 是 那 那 我還記得 我是 睡了 睡了 那有一些可能是睡了 一些未睡的 應該我估計 因為後來他們 告訴我 這個是他們 在 早幾年 我回去香港的時候 跟他們聚的時候 他才說回聚 我才知道 但是當時我是不知道 我看到的 是 那我還很記得 那晚睡了 你知道我們那些是 穿 軍裝 或者是穿 PTK 就是這個 動裝 但是我們 在酒店房 就是穿自己的睡衣 不會穿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晚上的時候 你出去下去樓下 因為那時候 沒有電話 我們是要每一個酒店房 樓下都有一個電話 我們要去打電話 一定要換整套 PTK 又或者換到軍裝 軍裝那麼麻煩 當然不換軍裝 當然要換PTK 就算你出去 餐廳買東西 你都一定要穿 PTK 你不可以穿別的衣服 除非你剛出門回來 回來 就另一件事 我記得那一晚 我是睡著了 打側睡 不知道哪鬼在那裡 吵冤 我便很生氣 我就五分鐘有人吵了 睡覺 我便見到 有一個人 穿了一套PTK 在我的床邊小 我就不知為什麼 我便很順手 在床下底 立著 立著牙齡 立著牙齡 就掉上去 就掉到牆 然後就掉到地上 地上有個戒鑽 大戒鑽 十分之類 是 多重啊 八磅 也很重啊 那 後來我繼續睡 睡覺 睡覺很小 我告訴你 是 後來 我估計 當時有些人 都會醒醒 因為太大聲 當然啦 後來早幾年之後 人們才說 不要傻的啦 見到那些東西不害怕 人家扔他 見到什麼 他說你說的嘛 你見到那個人穿Pretty Kid 每個人都會記得那一晚 因為我們住在美房 沒有人會走到另外的房間 沒有人經過我們的房間 過得來的一定是在那個房間裡住的人 而那個人還穿著Pretty Kid 半夜三更 誰會穿Pretty Kid 到處走呢 你一會兒又要睡覺又要換睡衣的啦 又不能下去了 因為你關燈那十一點嘛 如果你還要去打電話的話 你有大Sir經過的 一定會被人罰的 所以沒有人會穿Pretty Kid 到處走的 這個是他們告訴我 而另外那五個 同期也都 我確認了 他們當晚是沒有穿Pretty Kid 所以後來才知道 原來我看到什麼 即是你當時 立眼看到有東西閃過 是穿著一套Pretty Kid 白色衣服 有個皇冠徽章 香港的胸口 還有藍色短褲 我記得這個形象 但我看不到樣子 看不到樣子 看不到樣子 這個就是 整個延續 是 當然在景色裡面 也有很多發生 是 有沒有聽過一些 比較猛一點 或者實在一點 看到的呢 很多 很多 那 剛才說回 借火那裏 借火那裏 那樣子 那我們 現在所謂 你們看到的 平和景洪森 他們所謂 連把牆 室外連把牆 有遮蔭 做得很漂亮 以前我們不是這樣 以前比較 突爛地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我們就分開 上把牆 和下把牆 上把牆 就是 我們會少上 因為他們那邊 是有一些 inspector 的學景 即是 幫板的學景 在上面 縮繩的附近 我們會少上去 上面連把 通常 還有一個是室內連把牆 室內連把牆 我們都不是經常去 是因為 他們那個 運作費用比較貴 那通常我們會 下把牆 下把牆 什麼都沒有 可以所說 你看到就是 一塊爛地 一塊爛地 之後 前面有些把 你要放些把 後面你站的位置 下面是石地 上面有個遮蔭 這樣 都有遮蔭 有遮蔭 只是你站的位置有遮蔭 但外面沒有遮蔭 OK 那 下把牆 其實當時有一個傳聞 是 下把牆 有個井 曾經有人說過 有個女警 跳過去 自殺 自殺 因為 我們入警校的時候 第一件事 阿Sir就說 記住 不要 追女 是 追可以 不過不要讓人知道 為什麼呢 有什麼事呢 其實他講得對 有什麼事 那個女生 一定是男警 不對 這個我們都很小心 雖然我也有做這件事 哈哈哈哈 所以最好小心 哈哈哈哈 現在才公開秘密 不是 當時有幾個同期都知道 是 不過就盡量不張揚 免得 那我們有一個 一個 警校裏面 雖然是一個警察訓練學校 但是他們會做一些事 是跟外面的警察差不多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有 學警當間 都要走必 其實不是要走的 只要站姿勢 有兩個就會走 是 其實走的時候 通常 一個 訓練裡面 我們六個月裡面 可能有兩至三晚 是要去當間 那你當一個姿勢的時候 那又是 晚上六點鐘開始 嗯 到第二早六點鐘 六點鐘之後 就有另 我記得到天罡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 真是我們所謂師傅一彩的人 就會回來 就開工 就收姿勢 和你換姦 是 但是在晚上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的學警 就去當姦 是 通常是一個小時 至兩個小時 就會維持一個姿勢 那個就是 警校有前閘和後閘 後閘就是剛剛 海洋公園的入口那邊 前閘就是黃章康辛村那邊 兩邊通 真的記得很清楚 是的 因為我首說 因為當時 你 其實是沒有工作 又沒有手機 你只是坐在那裡 傻傻傻地坐一整晚 是 當時警校裏面 亦都有一個警察宿舍 是 亦都晚上有人進來 你要問人為你變間 那 即不可以亂地被人進來 當然 那 除了這樣之外 有一個浮動的伙計 即是他會要走的 是 這個呢 其實都 會不斜 是 那 除了這樣之外 你那些散製 不會沒有網管 所以每一晚 當間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展 即我們的ACI 或者其他班的ACI 去換辣更 哦 他和你試駕駛 即是跟外面的警察模式一樣 外面 即是給你習慣 是的 那 你知道 警校裏面 我們 規矩就是 可以吃煙的 哦 我記得我警校 第一天進去 那警察就舉手問 你這裏四十人 有誰吃煙的舉手 那我其中一個 但是舉手是只有四個 哦 到出奸的時候 警校畢業的時候 那警察就罵了 你這班憤腸 舉手只有四個 舉手說吃煙 到畢業的時候 只有四個不吃煙 哈哈哈哈 壓力大 不是 其實個個都害怕 個個都害怕 但是他們規定就是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當時 郭先生為什麼要知道 哪些四個人吃煙 是因為他們規定了 你可以在廁所吃煙 哦 不可以在房間裡吃煙 不可以在警校的 其他房間裡吃煙 只可以在廁所裡吃煙 嗯 那你知道當間沒有工作 嗯 就吃了 那會去哪裏吃呢 有一個伙計 是 就 打靶場 就 打靶場 就下了下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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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了一支煙之後 接著聽到一句 就問他 他就下了下靶場 他就下了下靶場 那是個伙計 男聲 女聲 男聲 男聲 他就 那時是晚上幾點 那個 他沒有說 沒有說 但一定是晚上 因為晚上才會休息 對 那他就 聽到的很順義地 立刻拿火機 拿火機 你誰 一轉著臉 以為他沒有人 周圍看 整個下靶場 是不可能 你在兩秒之內 離開下靶場 因為你有一條很長的 空階 第二 你有一條很長的石梯 上去上面 平路 那你吃不吃 覺得飛路呢 他就馬上丟了 馬上走 真的走得很快 走到 都已經穿了衣服 這是第一個傳聞 第二個傳聞 就是 有一些沙箭 因為他們本身 警校裡面 有一個行政辦公室 那這些沙箭 當夜間的時候 都會在裡面 放鬆的了 因為人當然要休息 改寶 那之後 那些沙箭 都要辣間 辣間的時候很奇怪 他們很多沙箭 很多 不是全部 很多沙箭 都會 叫學警 跟他一起下馬場 前步 和上上馬場 哦 即是都是有傳聞的 是的 那 這個是另一件事 就是當時 我們無法證實 但是我當時 有一個同期 現在都是一個 好烏烏的朋友 就是回香港 他也是跟我師父 因為我回香港的時候 他跟我師父 學神功的東西 是 那他就一直都很想 學六陽銀功 就是 因為你知道當差 香港當差很多人 很多人 是因為你遇到的東西 實在太奇怪了 是 那這個同期 最初他就 跟我說 那次我記得 在餐廳門口 那個位置 你可以吃煙的 那個地方 那個畫出來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 坐在那裡吃煙 吃東西都可以 那他就坐在那裡 那時候我記得 是晚上九點來 十點鐘左右 是 我們一看到一條 我們所謂叫貴河橋 當警察都知道 就在警校裡面 一個地方 我們專門用來操 操的時候 找我操 是 那他告訴我 現在我看到 因為當時她是看到的 她是有陰陽眼的 哦 那裡我看到 有一個雷 飄在 他告訴我 那個速度 但是那個速度 是飄得很慢的 剛才有一些人 不知道 離開警校 是 是 那走到那裡 他會告訴我 現在走到第幾條 電燈傳 他會看到 但是他不怕 那他有看開 習慣了 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而且在警校裡面 傳聞實在太多了 是 但是有沒有說過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鬼在那裡 這個是 很多人都會知道 就是相信 就是當時 以前是 為什麼那塊地 在那裡做警校 因為要鎮壓著當時的亂左崗 哦 OK 也是 而是建不了屋 所以一定要做這件事 算了那個地質 就是不會說 有些傳聞說 半夜三彎 聽到日軍操兵 那些 會不會有這些傳聞呢 其實也是另一個 是 中國人特別要用這個方法 其實西方應該是 就是 就是建教堂 對 因為我聽看那些 例如 一些靈異節目 台灣那邊 專門聘請那些 當過警察 做過檢察官 那些 他們說 因為他們 特別認得最多 這些 他們都是這樣說 他們去受訓 那些 你知台灣人要當軍 軍校 警察 宿舍那些 全部都一定在亂葬宮 上面建 或者在亂葬宮 或者在墳場旁邊建 因為那些地方 你建不了屋 因為沒有人會膽敢在那裡住 只有這些人才可以在那裡鎮壓住 不過 他們就算進去受訓 都要跟那些人打交道 拜了 拜完 拜完 我們新來一批 訓練 大家 這把鄰居 傷害無事 你不要搞我 我不要搞你 大家好好說 當中 阿澤華仔 當然有些是比較 鐵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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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早已下了命令 如果你那群人要走 頂不住 只有一個月之內走 過一個月之後你不要害我 因為原來後來我們就知道 你過了一個月之後才走 sir 要寫報告寫得很辛苦 但你一個月之內走 他就會明白你頂不住 訓練就不用寫報告 當然 剛才我一早說過 肥仔拿著觀音經驗 他到臨尾 在畢業之前的兩個星期 他預約了 我們就已經 禁止他 還有兩個星期你熬不熬 你熬了半年了 但sir 也讓他走 他一定是見到某些東西 sir 也沒有辦法 這樣就讓他走 那個肥仔本身是相信這件事 很相信 而且他見到 他應該見到某些東西 而他不敢說出來 是 而他又怕了 這件事就覺得他很欺負 所以更加會搞他 是 後來他真的重新了 但是操場那一宗 曾經有個朋友告訴我 以前是在警校裏面的 是 他說他跟我說千丁萬俗 我入警校之前 他記得一件事 晚上過了十點之後 千萬不要到操場 因為操場 警校的操場 通常那些人都在做軍操的 日後 是 他有一些 所謂好像 一些 好像以前的籃球場 那些椅子 一層層高起來 那些椅子 那些觀眾席 我們通常 有些人想靜 去操場那裏讀書 哦 穩書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嚴重 兩個星期考一次試 如果你失敗了 讓你重考 不可以的 你就馬上要離開了 哦 所以那些人 讀書不厲害 他就會整天在那裏 運輸 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 那個學警 在那個觀眾席最頂的位置 就在那裏運輸 一輪輸輸 就聽到聲音 聽到暴躁聲 偏軌過夜晚被人罰 就是想著是這樣 看一看 沒有人 但是聽到暴躁聲 那 那 人家 又不理他 他想讀書而已 他都已經覺得奇怪怪的了 覺得有點無管動 那後來之後 再看 再定下看 他見到一班 無頭的 日本制服的軍人 在那裏 在那裏 真的見到 那他已經害怕了 是 已經 腳都軟了 那就立即 想著 在最頂的觀眾席那裏 走下來 然後想著 已經返馬力房 一走下來 更糟糕 他見到一個 應該是高級的 因為制服不同的 無頭的軍官 走到他面前 摸著那把東陽刀 在他 左邊耳朵 劈下去右邊腰 一聲的感覺 他直接感覺到 他呆了 但他感覺到 一陣很涼快的感覺 透心涼的樣子 嘩 然後走不及 然後就回了巴力 然後第二天就 resign 通常 那些警察 一遇到這些情形 因為你 那些很難寫 report 他就讓你走 他只是用另一個藉口 寫給你 寫給你 說讓你走 是 體能頂不順 或者壓力太大 精神有問題 那類的東西 只可以這麼做 是 他上面不是不知道 不過看不到 都沒得救 都沒得去鎮壓 其實 你好像剛才所說 在德國的地方 已經之前面臟崗 那 你已經是 警校已經算是有多少殺氣的 都是有這麼多的事 出現 因為那個是在於 那個怨險的 是 他們的怨念重的時候 你有時 某些事未必是真的 即是 那班是日軍 是嗎 因為投降時 集體自殺那類的 那些是日軍 那一群 通常怨氣是最大的 我們平平平打得好 我們犧牲了 犧牲了這麼多人 犧牲了 老頭說 投降 我們之前做的事 是白費 很多 他們 除了軍國主義 那些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精神 切腹之後自殺 其實 他們當年的天王 是要他們自己撤軍回去 但是那些 死難派 我打了這麼久 你現在要我 撿八幅走 我已經死了 那些 通常怨氣 所以就最執行 但是你要在別人地方 這裡 可不可以燒一些AV給他 沒有頭 沒有頭看不到 起不了 對不起 其實警校 傳聞 不少 但是我們 可能要轉換第二個post 就是說 到你畢業了 出了來 真的做警察 有沒有遇過 只有太古城那單 只有那單 但是有沒有聽過 其他師兄 譬如經典的 我們 喜歡聽開的 不會流傳 不會怎麼說 不會怎麼說 為什麼呢 他們 不想引起恐慌 就是昨天打落了命令 就不再說這些 但是 好像你所說 當警察 或者是做消防 救人的 通常都 有很大機會 遇到這些 所以當警察的人 都會去學 可能神功 自己補身 但是 其實 好像 我們 喜歡聽靈異事件 尤其是 喜歡聽香港 譬如說 警界裡面的靈異事件 聽過一個 很經典的就是 有一個 附警 開槍 打死了一個 女警 我忘記了 是不是 黃國 還是誰 警官 就是 有一個 鬼頭的 警察 在搭電梯 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女鬼 而且 他看到 那個 因為那個 附警 殺了那個 女警之後 再自殺 有沒有聽過 這些 比較經典的 我搜的區 就少這一類 這樣的事情 但是 有一宗 現在說起 有一宗 其實都不算靈異 不過 好像是 中國人所說的 匯光反照 我自己做過 那宗案 那宗案是怎樣 有一天 那天是搜特別艱 就是 朝九晚五 朝九晚五 就是主要職責 你也是穿著套軍旗 就去搜銀行和金舖 哦 就是去行的 是 那一到九個小時 你就收工了 五點鐘 你就回警局了 接著就收拾東西就可以了 是 那我還記得那一天 四點九個字 有一個人衝過來我那裏 那我當然是按著這槍 你什麼事 他就說 那邊有一個滾了 哦 那我說你帶我過去吧 那去到 就已經見到一個 阿伯 好多人圍住了 已經有個阿伯 穿著一些 童裝短打 是 以前那個時代 就會有這樣 現在見不到 那我看過 阿伯都九十幾歲 八十幾九十歲 應該 當時他就已經好像 扯蝦一樣 不斷斜斜斜斜 就坐了 在一張椅子上 那 就已經 對眼反了 嗯 我還記得 跟著有些 以前的年代 你也知道 古華仔很喜歡教師 阿帥給我做人工呼吸 哈哈 我說誰說的 剛才有沒有人見到他跌低 有沒有跌傷骨 有沒有跌斷骨 如果做人工呼吸 插爆了他的肺 是不是你 沒有聲音 那我現在退後 就叫十字車 叫台 台就告訴他 你真的很快 我剛剛想叫人 你已經到了現場 十字車兩分鐘之外 就疏散了 那 後來 我的職責就是要 將他所有的 因為他暈了 是 上了十字車 我就要將他所有 身上的財物 包括 以前的一本 很多 虎肉 手牙 是 就拿出來 就用個袋 載著他 而他會鎖在我半部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這個是 我所收集的證物 和身份證 所有的東西 嗯 那當時的車 我還很記得清楚 十字車到了之後 我都一定一起跟車上 因為當時沒有其他親戚在場 那我跟車 車就去馬荔醫院 是 我還很記得去到馬荔醫院 入到急症 他醒了 是 那些姑娘護士就跟他說 阿伯 你下次 你overdose 你下次 醫生開給你的藥 你吃了的時候 你就不要走去 對粉 那原來他是吃白粉 哦 是 那他就mix了 所以overdose 是 那我就見他醒了 好精神了 那我說阿伯 那剛才呢 我就幫你拿了些 你的財物 嗯 那這裏是你的財物 你點一點 如果齊的話 你跟我 我向我本譜簽個名 是 他看完就 哦好啊好啊 那很精神很正常 簽完個名之後 那我就當然 走了 我給你了 是 好象我給了他 好象我給他 金戒指 什麼都在裡面 我記得 那一落樓下 死了 由馬荔醫院南區那邊 怎樣翻炒基灣 哈哈哈哈 穿住了軍庭 這樣搞法 剛剛一落 剛剛雨著剛剛 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警車在我那個環球 是 有一個回來看醫生 哦 喂 隨風車 隨風車 馬上回到警署 其實那裏是十分多車程 你知警車可以幾快 是啊是啊 回到警署 一日報房 喂 剛才那個阿伯 是誰送我去醫院的 我說我 我 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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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喊了 你打碼給家人 接著那個 所謂的植日官 就是那個 時沙 雞仔病 就跟他說 你都瘋了 人家下班了嘛 你加了另一個筋的 那我就不料料之 但我拿著本部 他簽了個名 是 幸好我還給他 不是說我那一晚 真的很沒空 這個就是活光反照 真是活光反照的故事 通常都有的 通常都有的 你說的這個學名 會光反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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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小時候 聽到 再老一輩那些 當差的人 雷樂年代那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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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那時候很小 那我就 有一段時間 我在九龍城寨 那裡 打滾 那我就很有趣 我留意 那我心想問 那些雙屬的老差骨 為什麼 那些雷樂城寨 對面那條街 他們不會進來巡邏 但他們說在對面街巡邏 那些雅屬的 那些雅屬的 那些雅屬一定是 那些雅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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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熬了 那些雅屬的 那些雅屬的 可能小時候 不知什麼 那些雅屬 都不平 那些雅屬的 我覺得小時候 那些雅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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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賊 他們等退休 因為他們真是 雷樂欄來 他們已經是 没有事 ICAC後 沒有事 就是等退休 即沒有再生 但是可以退休 安然退休 我問他為何你這麼喜歡放一枝煙 他說我都快要退休 他說這個暗角位的箱很慢 所以第一次有一個夥計 就在這裏打算用一枝煙 一時不久就在牆壁後面的聲音 是個火來的先生 他裏面的牆壁是個火 你想我怎樣?我燒你 最初就是千寶 你不可以說以後不來這個位置 那個人就很害怕地回來問他 那些老七哥教他 下次你點飛煙 他也是想吸煙 你點飛煙放在這裏就行了 他們就照做 但是有些人不信邪 他就不信邪 那些老七哥教他 你不信邪嗎?你試試點煙之後 你遠一點站在那裏看 那支煙放在上面 是扯的 就會著著光 關掉後那些煙在牆壁噴出來 嘩 嘩 好精彩的 嘩 所以每一個手上 新人的師兄一定會說 記得點煙 你刷牠寶 記得點煙 其實不吃煙真的很慘 哈哈 你不吃 是呀 有個火記他是不吃煙的 但他會帶著煙 他會帶著煙在香港那裏就怎樣的 都是貢品 都是貢品 貢品來的 都蠻好笑的 那後來是不是 城製冊 這個見了 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離開了香港 所以我不清楚了 我猜你當警察的那些靈異故事差不多了 說到七七八八了 但都在問一下有沒有聽過做消防他們的那些 消防 你有沒有處理過屍體 譬如說有人自殺 沒有 沒有 但是他們做的手法 通常處理屍體的時候 都是新人做的 通常都是新人做 一定是新人做 一定是新的火記做 但是新的沒有經驗 舊火記在門口跟他說 哦 就是進去的時候拿著紮箱 拿著紮箱進去之後 是辟味的 進去立刻拿著紮箱 進去立刻第一件事 開槍然後出來 因為那些香 那些香是幫助你 去不會吸入到那些絲綢 對絲綢 因為通常那些人都是沒有用的 都覺得 做完那件事之後 你都是幾天吃不到東西 你一吃到東西 你都感覺到那股味的 是 我有一個同期 你有沒有聞過 沒有 沒有 因為可能我們那件事 我們那邊的事 少一點 少一點 那有一件事 我記得 這個不算靈異的 我可以說不定 是 我記得 曾經有個女朋友 告訴我 她有個朋友當差 她也是身體 通常是身體處理屍體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跟她手伸 啊 那我們的同期 其中一個 也是做這件事 那她那個呢 就一手伸的時候 為什麼由她動 一擦一件衣服 全部屍從她裡面 怎麼可能膚化 就是死了一段時間 另外我九個女朋友 就告訴我 她曾經讀朋友 做了一件事 就是 那個阿婆 就 面就向著地下 就是趴著她 躺著 嗯 嗯 那我們要手伸 那她一翻身的時候 她見到有一隻鞋 插在嘴裡 那她就要 有隻鞋 還是有隻鞋 有隻鞋 有隻鞋 有拖鞋插在嘴裡 拖鞋 那她就立刻叫 CID CID 即是 偵緝組 因為 那個死因有可疑的時候 有可疑 這個 你就叫CID來 嗯 那CID來到的時候 就跟她說 看完之後 就跟她說 師兄你玩東西 什麼事啊 哪裡有拖鞋插 不是啊有啊 有拖鞋插 你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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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有啊 那條舌來的 它吊頸 那條舌伸了出來 對呀 身體很長啊 因為它吊頸 它搓著 那條舌伸 發脹了 變了 他就 以為是拖鞋 以為是拖鞋 就是這樣 所以新人做 全部都是 舊夥企就跟她說 你要怎樣做 你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舊的人就不行 那條師傅就是你新人搞的 因為 我之前也有訪問過一些嘉賓 他以前也有做當差 也有說過一些比較是 比較是 雖然是靈異 或者是古怪 又是說 可能處起屍體 好像你剛才說 手伸 或者要幫她 拿走她的身體 對呀 證物 譬如手是 收起來 握緊的 握得很緊的 這個我聽過 在醫護人員那裏有說過 但是 是 尤其是 其實我有一個師姐 是 法科那邊 即錄音那邊 她是做民意的 那 嘩 這個厲害 她 她 很厲害 她在香港做民意 在這裏 在這裏做民意 她是 可不可以找她做民意 她未必會和你做的 因為她是那些 當我出聲之後 會做事的人 OK 那其實我聽過有些就是 會說 她拿著 放 或者她 因為她要跟她 譬如做民意那裏 要跟她穿衣服 對呀 才硬了 怎樣穿呢 但其實她們那些人 很厲害 她們有方法 兩分鐘就跟她穿衣服 什麼都跟她搞定 她們有些 技術可以做 但是 譬如握緊拳頭 那些 是否跟她說 放鬆 我幫你做事 然後她就會打開 你是要這樣做 是 因為 你要讓她的怨念 平息了 哦 那 她本身 最後那個意識 在那裏的時候 她的意識就會繼續 纏繞下去 那樣東西 嗯 那你要跟她說 但是你不行的 你都要等的 你要再繼續跟她 扭 其實未必一定要用口說 是 心 因為心是通的 是 有時候 一個幸運的 可能 有個回應 都不奇怪的 就是欠了那個人 但是可能是 因為你本身未相信這件事 所以你會這樣說 所以她才知道 可能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死拿著 沒有辦法 很難拆開 我有聽過就是說 要幫她們拍照 就是 處理屍體要幫她們拍照 影極都拍不到 這個不神奇 但是要講 講完之後就拍到了 因為通常 他們未必想被人拍 就是 你反過來 你自己想 我死了之後 我養育酸 不想被人見到 這個是正常 但是如果你是做事的時候 你都明白的時候 沒辦法了 可不可以做事 是 看看什麼星座 是 OK 這樣 警察這方面的話 我們就 在這裡暫告一段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阿米尼多 皮加兰迪 阿米尼多 皮加兰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比加兰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成为会员支持平台 下次见